现在你们所看到的呢 前面的这个走道 就是很长很长的一个走道 这个呢就叫做直冲山 那么在风水学里面呢 你们这个位置呢 是朝着更方 那么更方 所以我教你们在你们的 这个门的上面呢 就放了一个铜镜 我们叫金刚突进 所以这个位置 大家现在越来越明显可以看到呢 这个就叫做直冲了 那么在这个直冲要怎么样化呢 直冲对你们这个08年过后的 这个运势呢 实在是很不好的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就在这个门的上面呢 我就建议你们放一个 大概有650g到700g的 这个铜镜 金刚镜 它名字叫金刚镜 而这个金刚镜最好是怎么样呢 最好是放突 因为在八运里面 金刚镜显突 凸行凸行凸在更方 凸在东北方更方是最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看一看 你们的凸镜 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化 我们以罗盘来断地的话呢 这个位置就朝着更方 那么更方应该要怎么样呢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应该要放一个凸镜 那么在过去2004年的时候呢 你们放了这个凸镜了 那么在2008年呢 你们这里的气价重了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250g的这个凸镜呢 把它改成700g 大概是600到750g的凸镜 就把它同样的放在上面这个位置 现在大家看一看上面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呢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凸镜应该要放的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一定要选择时间 要选择这个日子啊 时间 那么把它挂上去 也要同时选择这个时间呢 要把那个凸镜呢给拿下来 这样呢 才能做到进三进